全球多个国家疫情回升 截至11月1号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4600万例 与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相比 如今多个国家的患者 多数呈现轻微或无症状 新冠疫情的新冠疫情 是10次更多 际上的新冠疫情 是10次更危险和危险的 而是在马来西亚的新冠疫情 叫做D614G 后期的第三波 已经发现到目前在全世界 包括马来西亚 多数的病毒株 是属于D614G 就是有变种的病毒株 病毒为了生存不断变异、进化 随之改变的还包括病毒特性 病毒量会比较高 然后就比较易于传播给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看到它的传播率 我们的这个卫生总监都有说 它的传播率大概是比之前的高10倍 可是大家不要慌 它的病毒的毒性是减弱的 世卫组织表示 29%的新冠病毒样本都出现了变异 可能导致病毒加速复制和加强其传播性 加上近来气候逐渐转量 恐怕会加剧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 空气的色度比较干 干的话它其实会影响你的鼻腔里面 我们叫做mucous的分泌 你的鼻腔就会很干 病毒比较容易以你的细胞结合 新冠病毒主要传播渠道为密切接触者的呼吸道飞沫 比如咳嗽、打喷嚏和焦痰 影片研究显示 当空气湿度降低 飞沫会变小 大面积的飞沫散播在空气中 由于空气干燥 会导致飞沫病毒向野伙伴迅速蔓延 新冠病毒会否和人类长期共存 目前无法下定论 或许它会和流感病毒一样 随着毒性弱化以及疫苗的研发 人类才能度过这一波危机 无论未来新冠病毒会有何变化 当物质及各界受处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提升自身免疫力 遵守防疫SOP 共同抵抗病毒侵袭 麦大爱李婉君如果从吉隆坡报导